每週一的全體注意又來啦 大家好我是楊振磊 這是今天的主持人 我們在今天呢 要來聊什麼 就是即將應該說是已經開打的 亞運了 那當然亞運呢 有非常多的項目 我們中華隊呢 當然有一些金牌也已經開張了 那當然今天我們要來聊的就是 棒球部分的準備了 這次的亞運 中華隊的名單到底如何 然後經過了一些改變之後 最後組成了 今年的亞運中華城棒隊 要來想辦法拿下獎牌 請到三位在棒球非常專業的主播 球評一起來跟我們來聊天 首先來歡迎 最近如果要買運彩的話 我會給CQ大家的陳思聖教練 大家好 鎮雷好 大帥好 鎮雷好 確定FB沒有被盜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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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1月1號才開始 現在開始喔 大家可以多多的來捧場 再來呢就是他旁邊的陳雄威 我們的知知主播 大家好 兩位好 好 再來就是我們大帥球評 超老帥 大家好 你們好 還沒問完欸 還沒問完 你們好 你們大家好 好 一一點名啦 今天要跟三位要來好好的來聊一下就是 這個亞運棒球的準備 另外呢我們還是要來聊一下中華職棒 在下半季的戰況 好 大家呢如果上線的話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你想聽什麼 我們還是希望大家呢 可以透過這個平台 每個禮拜一 跟大家好好來聊聊 國內發生的這個體壇大小事 那這個禮拜呢要聊的是棒球 當然也歡迎呢乾爹乾媽一起來贊助啦 那我們在這個禮拜呢要聊什麼呢 要聊的是中華隊 他們出征亞運 目標當然就是鎖定 我們現在有一種講法是 起碼第三名 就是起碼有銅牌 然後要想辦法穿金帶贏 這目標當然是鎖在冠軍 那再來就是成員的一個組成 這一次呢 林凱威出現了這個商退的事件 各個球隊都有一些說法 甚至有一些質疑 我們等一下也要來討論 再來呢也就是孫義磊 孫義磊呢 看起來好像要去跟這個王伯榮 當他的這個學弟了 所以這是我們在今天會聊的內容 再來就是終止下半季的戰況 另外我們還有王八王勝偉的聊天室 也請大家呢可以持續來鎖定 馬上就來進入到第一part 就是亞運了 這次亞運的成員 你們覺得怎麼樣 來斯丹哥先 我覺得講第三名太保守了 這個就是 從徵召的時候看到名單 我覺得這個就是要拿金牌的 OK 所以等一下應該 好像也會討論一下 大家排的那個陣容 對沒錯沒錯 那因為小聯盟的好手很多 我覺得投手群夠整齊 然後野手的部分 有部分是業餘的選手 但是那個業餘的選手 在整個內外野的部分 都是這種很有經驗的 那一向過去也都這樣子 會有一些台電 和庫 這些蠻好的一個投手 那包含這次的隊長 吳聲峰最強銀行員 所以我覺得 我是還蠻好 蠻看好 這一面金牌 是不是也是可以把它收下來 我們在今天又有一位 這個柔道的聯盟 又拿金牌了 所以加上的亞運偉 已經兩面金牌了 那金牌看起來在亞運的一開始 就已經蠻順的 所以是不是另外一位專業球評來大算 你也覺得這次大概就是棒球 金牌沒問題 金牌是一定要的 你看這種陣容 旅外的 然後國內的這幾名好手 其實也打過很多的國際賽 國際賽 對 所以你看這些陣容 劉志榮 林玉銘 陳柏玉 龐文輝 講不完 很多 很多 所以如果真的打不到銀牌 這金牌的話 你只要銀牌我覺得好像 就有一點沒有發揮到最好這樣子 對 所以用這種陣容跟經驗值來講 我覺得真的是金牌是我們的目標 而且我覺得像這種目標的話 比賽的內容應該要勝過其他隊 勝過其他隊 但我們要注意的是韓國 我覺得注意的是韓國 但至少 反正至少就是要金牌 我覺得 對 冠軍戰一定要進去 然後就是看能不能順利的拿下金牌 那再來就是威爺啦 威爺你覺得呢 我不能再同意兩位 不能 什麼 你可不可以來一點爆點的 有沒有不一樣看法 沒有 他有爆點 我有爆點 我有爆點 你不是要排 我今天你們來 然後我已經以為就是收總通告就是在等著旁邊是卡令 右邊是凱蒂 結果你給我排這兩個 你每次都在那邊 我們上次已經給你很多了對不對 好久了 好久了 等不及了 所以我今天我坐在這邊來 我就是 這麼嚴肅的這個話題 好 不滿意是不是 我當然不能夠再同一兩位更多 這樣 我們要想看你專業的一面 好啦 我們今天是很認真的 當然我繼續說 因為都還是求是遠的 我們大家可以講說 沒有不到最後 不到最後關頭 我們是不能夠放輕敵 但我必須說 這真的是有史以來 你可以徵召到 跟組合到最好的一個陣 但我說那個賽事是有比較急的 因為這有比較的層級 那今年你說又碰到了 這個韓國又 他們也掀起了一波檢討的聲浪 就認為就是過去 就是 成語就是殺雞 菸用牛刀 他們之前就是為了解除兵役 這個對他們來說 是最容易的一個項目 因為真的就亞運主要的競爭對手 基本上就是我們跟日本 拿金牌就可以解除一票兵役 所以之前都一直拿 最好的職業的選手 有兵役問題的來參加比賽 所以你看拿冠軍的次數是最多的 沒錯 所以多到他們後來就上次發現 你把那個已經28歲 已經到極限了 然後成績也不好的 也把他給選進去 然後拿了冠軍 就上次拿了冠軍之後 他們就發現說 你這樣子根本就是在 好 也開始有檢討 所以今年就不是最好的陣容 那的確你有一半是業餘的 主力 你說那個豐之孫 那些還後來也不能打 那你這樣子我們反而 現在變成我們是以前的 韓國那個才是真正的陰謀論 對不對 大家都等著不用當兵 對啊 但他們現在也發現這樣 好像有點說不過去 因為根本就擺明了要來 我覺得我們是有一點分級參賽 然後這些是比較 他未來也是這個 就是最頂級中華隊主力的選手 那現在這些小聯盟 剛好你讓他去參加這種亞運的話 這是最好的 我覺得累積一些經驗 所以以後真的到這個WBC或P12的時候 他到時候會有一個很順利的銜接上去 OK 就算是一個不錯的 那你又可以爭到這麼好的這個陣容 那這些也都是被列管的 用這一次拿金牌一次全部搞定 大家都開心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叫做銜接 施政剛剛講的 你看這幾名都很年輕的球員 他未來是12強 甚至2028的奧運的 那你看這些的年紀 如果你現在不給他們 有一些好的國際經驗的話 等到你真正要投入戰場的時候 多少會有一些可能會有 跟你本來就想的一些落差的實力 那會不會他們這個 然後就這樣 因為感覺上實際上 我們真的有很大的優勢 那就拿了金牌 就解除列管 然後再來就不用來了 就不來了 接下來就婉拒了 婉拒 對啊 都會不會有這樣的狀況 但我覺得你說優勢 會有什麼樣的優勢 我不認為 你看韓國隊 包括日本隊的 派出全業餘的 他們都不差耶 對 所以你看日本的細膩的棒球 再加上韓國這幾年徵招的 其實他們徵招都是比較 算是比較一級的 但他們不會韓國啦 韓國是算 好像都徵招一級的球員嘛 對不對 跟我們台灣是差不多嘛 但如果你在細看的話 韓國徵招出來的球員 都是很不錯的喔 只是我們的球員是比較年輕 這一次來看的話 對 所以其實這樣講起來 三位都還是覺得說應該是沒有問題啦 就是冠軍戰 然後希望起碼就是金牌 十牌之類的 但是還是有一點難度 不能夠太掉以輕心 但我必須說 我真的看到那個陣容的話 那個難度跟以前幾屆相比低的非常多 我必須說真的 因為他就不是最好的 當下職業最好的陣容商 你說其他國家 當然日本跟韓國本來就是棒球的底 那個是一定 你說日本的社會人隊 你看這幾年他們要碰到了韓國的頂級的 就是要來贏的人 他還是打不贏 對 但這個陣容基本上你看到 就跟來台灣打過東盟的那幾屆 都還是有很大的重複性 就是社會人球隊 沒錯 所以我們也都不會太陌生 是因為大概就知道那個選手 他們絕對就是有日本最深厚基本的底子 可是那個強度有沒有到 你說現在日本職棒中頂級的這種 那還是有落差 對 另外我覺得 如果你細看這幾個小聯盟的球員 其實他們的經驗不會比韓國的職棒球員好 他們只是年輕 你說在大聯盟打拼了兩... 小聯盟打了兩年至三年可能更多 但我覺得他們的經驗值 可能不會比韓國職棒的... 國際賽的經驗值 我覺得應該不會比他們好 總之不要輕敵 對 金牌是我們的目標 但是可能在過程當中 可能會遇到一些問題 這個2006杜哈亞運那個金牌 打得很辛苦 最後還是林志聖的再見安打 那個對手日本隊 其實他也不是全職業的選手 沒錯沒錯 其實真的也... 其實包括像... 我覺得過去像亞警賽這種 就是說日本他們並沒有拍到 你很明顯就是這個是社會人球隊 就是沒那麼強 可是真的要打起來 好像也沒有那麼easy win的感覺 對 所以這是我們中華隊要注意的 那剛剛大帥有講到 就是我們這次有一些小聯盟的球員 就是說我們比較年輕 但或許就是在這個經驗上面 因為比較年輕嘛 自然而然經驗上面就沒有那麼好 我們這次有九位旅外的好手 那當然其實真的也算是一時之選 應該是... 對 這邊有寫到吳念廷 吳念廷是後來補 這個我們等一下可以來聊一下 這個林凱威的事件 吳念廷補進來之後呢 有九位 劉志榮 林玉銘 陳柏玉 潘文輝 王彥誠 林家正 還有鄭龍澤以及李昊宇 那以這個小聯盟看起來 你們覺得應該算是... 其實滿... 很不錯的 很不錯 就他們的各種要以先發啦 後援 中繼各種角色來講的話 我覺得是滿完整的 那林玉銘當然 今年你在美國來講的話 其實他的一個先發 還有美局的那個奪三政能力 我想大家透過媒體報導 已經很清楚了 那陳柏玉我有剛好遇到這個... 他爸爸 那這次是中華隊U18情收 陳柏玉有講到說 像陳柏玉的話 在美國也是以這個先發 並且有一個局數的一個控管 那像劉志榮的話 其實也是一樣 那我覺得 譬如說在日職的這個王彥誠 你說他要擔任先發其實也可以 那後援的部分 潘文輝這些 基本上他的一個平均球數等等 這些都還滿快的 所以我覺得 再加上剛剛前面有提到 有經驗的吳聲峰 然後你說我們中職的古林 古林也是一個火球男 所以我覺得 就看教練在他們角色定位上 做怎麼樣的一個調度 那維也蘭你覺得 這次我們的旅外 這樣子 應該算是很... 就已經真的 就史上你可以徵招最順利 應該說一時之選了啦 對啊 你已經把現在那個 最有天分的 然後也被國外球團吸引到了過去 沒錯 我自己反而會對比就是說 怎麼那個落差這麼大 因為像上一屆就沒有在... 上一屆就是以業餘餘班底 然後基本上 然後職業就只有 包括像林承飛機 各隊好像一個 真的非常少去支援 就是列館的去支援 然後是以純業餘的搬離 所以那時候 我們在預賽打敗韓國的時候 哇 那個... 那個... 教練團什麼 還非常的開心說 你看我們是業餘的 可以打敗韓國的全明星隊 對 沒錯 但雖然最後... 就開始在算嘛 雖然他們還是拿到金牌 可是至少 以這個陣容 有拿到一場勝利 那個時候氣勢是提得很高 然後就想說 我以為就分級 結果發現 亞運 反而真的 我是真的覺得 好像真的太強大 太強了是不是 對... 我真的覺得真的是太強大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說 你以分級的角度來看 我們當然任何比賽 都是神聖樂觀 但真的你要去 這個就是要贏的 你真的這個陣容 你不贏 你講什麼都講不過去 我覺得其實越講 我就覺得越有點擔心 你知道嗎 因為這樣子通常都是 壓力會在 比較好陣容的球隊勝出 當然啦 因為我們那時候 為什麼打贏那個 就是上一屆亞運的時候 為什麼打贏韓國 然後會有什麼 在那邊算薪水 我們的薪水超低 他們比較緊繃 他們就會緊繃 對 他們緊張 他們會有輸不得的那種壓力 後來他們就... 就... 就拚啊 對 但問題是你會有那種感覺 但我擔憂的是 這次地主是大陸隊 對 然後... 這幾次的國際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中國大陸的實力 真的是... 有在進步 真的是有在進步 是... 但遇到這種壓力 對中華隊比較強的時候 我覺得重點不是在日韓 真的在大陸 反而是... 由此一說 對 我也聽到同業 有很多這種講法 我說這次你到杭州去打 地主國要特別小心 對 所以你... 中華隊你面對日本 對 日本面對韓國 我們有那個能力去贏他 或者是跟他對抗 但萬一你遇到中國大陸 對他們又是地主 我覺得這個是我自己 我當第三者在看 我比較擔憂的一點 因為你是不清楚嗎 還是說怎麼樣 他們難以掌控嗎 不是 你知道 中國大陸對... 講開玩笑 他們沒有把日韓看在眼裡 因為他打不贏他們 對... 他們鎖定的目標是台灣 對 所以他會 全心全力的把所有的力量 壓在中華隊這一場 但這個會變成 對我們中華隊壓力很大 對啊 是啊 所以真的我擔憂 但我會比較不太一樣 因為我就說 如果他們也有禽獸 也會看到那個陣容跟實力 他們也應該會改變角度 認為今年要抓的 不應該是我們 錯 因為我們的陣容 我覺得威爺是理性去分析 你如果你是主播當球 你就會客觀 我跟你講 你理性分析 因為你平常 像先前一集的那個賽事 你看到那個陣容 當然是抓我們 但是說現在真的陣容 真的是倒過來 因為韓國你能夠排出來 最大的是他們的那個全力打王 那投手的陣容 然後我必須說 從2017年波羅的經典賽 也真的感受到韓國的職棒 還是在一個低檔的時候 他們也一直在想要 再找回之前的那個榮光 可是你看這幾年 他們所出來的 真的那種指標性的好手 那個比例跟 在2010年那一代時期的那段 真的我覺得有一點落差 但我覺得如果他有情說要追 對不對 你現在看到這個陣容 我當然會設定 我應該要去抓日本 可是你沒有想到那個嗎 大陸人他們會有一種 中國人會有一種 民族性 這個就是 這我了解 因為問他這個很準 他就有受過傷嗎 所以 我告訴你 你不要過音 你剛剛是真的過音 我是真正去大陸那邊 交球過 我知道他們的想法 中國的棒球其實一直有在進步 然後他們的人口這麼多 但是他只差在一個東西是 因為他沒辦法像台灣 就是我們是長期以來 文化的那個累積 如果他真的要像他們弄桌球這樣子 這種運動起來的話 其實是恐怖的 滿可怕的 但我覺得還是一樣 就是剛剛我們談到 對日本 對韓國 對到中國 我覺得這批年輕的好手 像包括這個 吳念廷 鄭忠哲 其實他們年初的時候 也有打過這個WBC 我覺得這批小孩子 跟過往不大一樣 他們的那個心理建設其實 還滿強大的 所以 當他們平常心的時候 自然發揮 應該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沒有 我知道 大帥就是有創傷稱候群 他現在還在 你為什麼要聽楊振典講 算了十多年過去了 都一直在心裡面 還是記得就對了 對的 現在是年輕的選手 他們數值都知道 他們可能看之前 看的這節目也發現 你是不是聽那一集楊振典講完 以後你才知道這件事的 不是 我有印象 真的嗎 我當然 那時候你很小啊 你幹嘛要住這個世界幹嘛 那時候 高中你在看棒球了 有啊 高中在場就在看棒球了 你那麼早看那個幹嘛 所以我可以理解他 他身材也有對的 因為他 他有直接受傷害嗎 還好是 還好是沒有啊 他幹嘛這麼那麼大事 最後是你沒有受傷 有一點現實比你了 不是這樣 是是是 好 我承認好嗎 你那個時候被打 有啦 欸 拜託 誰要當罪人 誰要當歷史 對不對 壓力多大 要扛耶 對啊 然後那時候真的是 那你那時候換局的時候 有說什麼嗎 是沒什麼啊 反正到最後贏球就好啦 對啊 過程不重要啊 對啊 最還重要是贏 要的是結果啊 對不對 好啦 從小聯盟聊到現在 有創三次 還好有贏啦 還好有贏的話 他可能不會出現在這裡 你現在創三次還在 搞不好還在做球間耶 哈哈哈哈 會不會 會不會還出不來 來預測一下啦 預測一下我們這一次 可能會擺出來的 這個先發投手的輪值 因為 以現在這個 我們出發的日期 可能會抓在這個月底 也就是9月底 會過去適應一下環境 對 然後 準備練習一下 這個比賽 練習賽 然後再適應一下 比賽的場地 然後再正式來進行賽事 那棒球通常都是 拉在比較後面 在亞運的部分 都是在比較後面來打 所以 我們在今天 剛好禮拜一的時候 他們啟程 然後啟程之後呢 就要去適應 然後去了解一下 那邊的天氣啊 環境啊 選手們的準備啊等等 我們希望中華傳棒 可以好好的 在這一次好好發揮 所以要請三位來預測一下 先發 然後還有打線 可能會怎麼樣的安排 覺得說 不管對上誰啦 不管是我們覺得 目標是日本韓國 或者是說要必須 特別小心的大陸 來 師兄哥 先你來排一下 先發投手的話 我會抓這個 林育銘 古靈跟劉志榮 這三位為主 然後會讓林育銘 就是他的一個出賽場處 是不是到最後一天 冠軍戰的時候 可以來用 那之所以我抓他是因為 他本身的一個 不管是投球動作 還是今年所呈現 就是他的奪三陣能力 這是一個最純粹 投手的一個載制力 累上有人的時候 我只要投出三陣 你怎麼樣都動不了 我覺得他是最好的一位 所以我會把它設定為 再加上又是左投手的關係 如果到時候 我打一些低比分的 一個內容的時候 至少在看管跑者上 其實是滿有用的 這是投手的部分 打線的話 我稍微寫了一下 我這樣做安排 我念看看 我一棒排遊擊手正中者 二棒是二類手無念亭 三棒的話 我把在業餘 長打能力非常好的 陳敏志當DH 四棒的話 因為總監管已經有說了 雖然安可狀況不好 他還是希望他扛 五棒的話 是我們在小聯盟 也是美職的李浩宇 怪力的一個打者 六棒林子豪 然後七棒 捕手的部分 因為兩個人可以輪替 我是先排林家正 八棒子偉 我把子偉放在外野這邊 九棒是申浩尾 申浩尾的話是中外野 這是我大概做一個 預想的安排這樣子 好 那大帥好了 大帥先來 二棒是我並沒有抓 我先把整個內野 先內野很重要 對 林子豪 然後鄭中哲 林子豪放在二壘 吳念亭放在一壘 中哲游擊 林子豪在二壘 對 然後吳念亭把他放一壘 吳念亭一壘 對 那先發投手的話 我自己會想鄭浩軍 然後林玉銘 然後陳柏玉 那因為你要把速度比較快的 放在中繼或後面 比如說劉志榮 潘文輝 那中間會擺一個王彥晨 在可能有危機的時候 來做處理 那當然外野的部分 我沒有去想到這個跟棒次 我都沒有去想到 我覺得整個內野會比較重要 因為如果你內野鞏固起來的話 對於中華隊的這些危機 會比較少 對 那棒次的話 我相信剛剛市政已經把這些 列出來了 我覺得這個棒次應該是 說不定是中華隊目前最好的 最好的 對 差不多啦 因為要長打有長打 要速度的有速度 你看安可把他如果放在長打 長打放在外野也很正常 他本來就守外野 對 所以 你們都沒有考慮對上韓國的時候 把吳勝峰再推出來 等一下吳勝峰自己說了 這一次的學歷滿多的 他可以輕鬆一點 輕鬆一點 不過吳勝峰可以放在 比賽中的中繼 對 因為他的側頭 然後剛剛大帥講到一個重點 為什麼王彥晨 就是因為牛棚有時候 就是你剛好對方需要 遇到危機 要解決這個佐達者的時候 然後有先發的佐頭 我們牛棚也要安排佐頭 在那邊背著用這樣子 所以這也是一個搭配的方式 那我也同意這樣子來排法嗎 那兩位的這個意見 我真的不能夠再同意 又這樣嗎 不會啊 我喜歡你剛剛 不站在大帥那邊 我幫你省一點時間 不用省時間 我們還多的是時間 我們平常都超時 有人問林立咧 林立頭暈啊 不過他最近有睡得比較好 那你撞到一堵牆不會暈嗎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看當下的狀況 那我必須說 如果 我就覺得以現在這樣打去 我都是以說火力最大化 那林立的狀況要是好 真的是打的話可以的話 我是不覺得他可以放中心棒次 因為是真的在這段時間播 是看到林安可的狀況 真的不是那麼好 因為他 我就講就像林子偉 林子偉打的是好 可是他有一個問題就是 至少我現在不會看到的就是 縱向的變化球他選不掉 就是變速球跟這個 這種大曲 他是選不掉的 那你在短期賽的時候 真的 有時候就算怎麼樣都比 被K調來得好 那林安可有一點類似這樣的狀況 就是會虧空的感覺 近期比較多 我不知道這段時間 有沒有這種快速 可能到國家隊有不同的思維 迅速調整法 會不會調整好 當然如果好的話 林安可本來就是自己 失望最好的一個人選 又是左打 又是有長城能力 所以如果他可以林立 跟林安可集中在中心棒次的話 我是覺得是很好的 但我會像吳總他這樣講說 他還是希望 他會說 你既然就是目標要贏的 還是當下狀況最好的 那林安可手外野 那他或許棒續 不一定要放在清道夫這一棒 這個會是我的想法 而且這種短節杯賽 其實本來就是這樣 其實棒次好像 就像投手一樣 可能我就是有輪流來的這個機會 我不一定要吃九局素 我不一定要 像職業的比賽 我要吃六局七局 我們可能用車輪戰的方式 然後比賽也是 誰打得好 誰就可以 繼續 對 不要忘記 我們其實在陣容裡面 還有就是 可以替補的達者 我覺得真的是 會看林場的狀況 因為你像包含內野手 這個廖俊凱 外野手楊振鈺 這個都 大家可能沒有看指棒 不熟悉 但是他們在業餘都是頂尖的 然後有角成塊的優勢 那林立的話 我覺得就像這個 熊威所說的 搞不好對方有什麼 左投手特別安排 要換上來 想要壓制我們左達者的時候 他狀況其實又已經OK OK了 我這一棒就換上去代打 因為他的攻擊 一定是很有破壞力的 但是因為他都撞到牆 我就說如果他 如果他 他身份有好一些的 有舒緩 沒有他原本他撞一下 隔週他還有出散 可是你看打了兩個打球 還是會 沒有辦法聚焦 打棒球 沒辦法聚焦 你怎麼打 所以我說 這一段時間 他的休息夠不夠 那你說如果他是 健康的話 那種他代打 當然是要上來先發打 是 所以我會 還是要看當下的評量 那只是如果針對林安可 這個我還是比較 會擔心一點 那這要問大帥 到底選手有沒有 可能可以馬上蘇醒過來 不過有一個重點是 現在這一批教練 都是葉宇的教練 他對葉宇的 我們剛剛都沒有提到 只有施政提到 楊振宇哥 那個廖俊哥 但你看這一批葉宇的球員 其實這一批的教練 是比較清楚 那這些職業的球員 或許 我敢說或許 可能掌握 還不是那麼的百分之百 那你只靠著這 短短的今天出發 那前幾天有練習 這樣的時間 掌握度 了解度夠不夠 那因為這個了解度 跟掌握度夠不夠 就必須要在比賽中 馬上要很清楚 那如果萬一你覺得 我們用這種 他的數據 他的印象分數來排的話 可能就會有一點走失掉 所以幾個業餘的球員 我覺得可能到最後也是 很關鍵的球員 對 而且我覺得 就像大概講一個重點 這次是吳思謙教練 然後他可能會平均的去分配 不一定說會以職業優先 那剛剛講的 不管是林立林安可 我覺得如果擺在比賽的後期 當關鍵時候的代打 也可以一方面觀察一下狀況 對 然後後面需要的時候 換上來代打 其實一左一右都還蠻有機會 蠻好調度的 所以現在看起來 不管怎麼樣 三位的信心是很夠的 所以沒拿金牌 就再邀你們三個上來跟打 也不是 所以萬一下次來的時候 就沒金牌 我們坐球界這樣子 那我們不能來 沒有來了你們在那邊走路就有風了 不是 那剛剛講到這個 剛剛其實不管是舊棒次 或者是說守備位置來排的話 吳念廷這次補進來 其實的確是有點意外 就說是一個WBC正選的選手 但這次是因為林凱威受傷 他才補進來 那這點你們怎麼看 就是吳念廷這個替補才進來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選擇 我覺得就剛好因為這個林凱威 那補野手還是投手的話 我覺得有一點是不是整個交易團 在考量剛剛大帥提到一個重點 其實有時候 內野就是第一道防線 然後念廷本身卓大 他又是一個多守衛的 這個功能性非常強 那如果又適合的話 我覺得就讓他做一個野手替補 要不然當時 因為那個時候在選名單的時候 我甚至都想到 我們今天要談的另外一位人選 你說直接把孫逸蕾拉上來 替補這個投手補投手 也是有這種性 但我覺得就是整個 他或許覺得這一次的小聯盟的投手 然後旅日這些投手部門 已經夠的情況下 他要選一個有經驗的野手 因為念廷去前一年度 這幾年在一軍的出賽 還有今年初也才打這個WBC 整個狀況也都維持得還不錯 他到這一個球隊來講 我覺得也可以讓裡面一些 比他更年輕的這些球員 起到那種老大哥 然後有點帶隊 帶領他們打這個國際賽 這樣的作用 好 那我們還是直接來 講一下林凱衛啦 你們覺得呢 就是前陣子那個 有一個衝突的時候 是那個 前幾天而已吧 前幾天啊 就是打全力打之後 極力極勞打全力打 對 打艾斯特 反正輕功 反正輕功 因為他在烙門的時候 其實就有點激動 然後艾斯特好像也對他噴了幾句 我們還不知道講什麼 然後就衝出來了 然後就有人說 這個恢復速度真快啊 開始酸啊 就說什麼林凱衛這樣 然後包括其他隊的總教練 就是包括像正好區教練 然後也就有講說 是不是有規定說 你就算好了 也不能打比賽 然後其他隊的球團 也都有發表一下這樣子的意見 所以其實現在有一點質疑 或說有一點問號 不確定這個狀況 我也算是這個 波中華石棒 但我必須說這個問題 就是在台灣 真的 也不是只有棒球 我們好像常常都會遇到這種 很奇怪的事情 然後就是 我問直接一點 你會覺得他是炸傷嗎 都 沒有 沒有意義要炸傷 沒有意義炸傷 比如說你這個陣容 然後你要是去 第一 你拿了第一名 就300萬的獎金就掉下來 而且這一次真的 對手的實力和過去幾些相比 你是佔很大的優勢 然後你還可以一次搞定兵役 國光獎金基本上沒什麼問題 應該是搶著打 對 你基本上進去就90萬起跳了 你總不可能認為說 我們去 雖然我知道中國有危險 但是你總不可能抱持著去 我去亞運 然後連中國都打不贏的心態去參加 當然就沒有一定的事情 然後你組這個陣容 甚至是要直接描上看 那就是300萬獎金跟解除列管的 因為你不打 反而你就損失吧 對 我會覺得有一點 但的確 你現在遇到這種狀況 那他是都有提出 那你現在看到棒協這邊 就是幫衛權這邊背書 那你就是有提出 提檢的證明 醫院的證明 然後確定 那他復原比較快一點 但的確也會有這樣的質疑 那是不是以後都 其他隊也有樣學一樣 所以我說真的好像簽約合約一樣 你沒遇到這個事情 你就發現 那你真的就是需要白紙黑字的寫在合約裡面 寫清楚 把規定 體育署這邊就是要列出來 那你看像龍貓他講的 現在可能就是資訊傳遞的誤差 但他也沒有必要去講假話 然後你會看到林環圍校長也有去背書 有聽過這樣的說法 那可能就像是潛規則一樣一個默契 但龍隊遇到了 他就真的就去使用了他 遇到這個狀況 那你對 好 我就舉例一下說 如果這個比賽不是在9月 今年季後賽爭冠又不是這麼激烈的話 那或許就不會 大家這麼專注在上面 但偏偏現在 或許他所屬的球隊 並不是現在很有機會 來爭奪季後賽的話 他在後面的話 那你加上他一個 那其他隊有三個 那他又不打 那三個那個 我就說如果你在1到5名的 勝差在兩場以內的時候 這每一個都 你說真的有質疑 你也不能說他們錯 對 沒錯 所以我就說 我們怎麼常常會遇到 這種很奇怪的 很奇怪的事情 那到底是傳話的潛規則 還講 你講怎樣 這個本來就是 你既然要爭招就要打 沒有的話就要等到這個完 對 那可能聽 那因為有人說 沒有聽過這個說法 但是你看威哥就說 的確會 會有這樣子的質疑 對 那我說那沒一則 那就是列下去 以後就是規則 起碼這次 這次碰到這樣子 我們把東西先寫成 你就把規則給列好 以後如果碰到這種國際大法 然後看有沒有辦法 大家趕快想這台 那個開會的時候 這個幕僚趕快想辦法集合 把所有的鬼事通通都給 可能遇到的 彗星撞地球 什麼事情通通都寫進去 對 不然的話你看永遠 永遠 然後每次都會有這種 很奇怪的一個問題 好像 的確在台灣 就會碰到這種狀況 我們是 就是被陷害久了 還是覺得陰謀亂 那是誰的問題 都是你們寫出來的 你們沒事就給人家這樣 端上檯面 一直討論 都還沒討論 媒體的炒作 對嘛 你比我幹這麼厲害 他剛剛不是講說 是你們的 他剛剛講你嗎 你們的話絕對不是 我跟施政 就一定是你們兩個 我跟你講 我講的是媒體人 媒體人對不對 我們當教練的 不可能去把這些事講 那你覺得這件事情呢 我有一個重點 就是跟熊偉剛剛講的是一樣 事情都發生了 發生了以後 你要怎麼樣 讓下一次不要再發生 我覺得這個是重點 你把所有的規範都已經把 因為就是這一次的問題 我們把它寫好 這測試一定要做的啊 對嘛 那現在你覺得 林侃威該不該 可不可以上場 以規則上面 他沒有規格 他已經是OK的 他都報上去了 所以是OK的 大家有沒有記得 7月24號 這個佐佐目朗希 投完的時候 7月26號 報紙都寫 新聞都寫 那個集經理人 最有可能都 本季都報銷了 結果他還超速 結果呢 9月10號就出來投了 不到兩個月 這很難說 你知道嗎 就是比如說 我林侃威今天 腳有問題的 我一定是先告訴防護員 告訴教練 這個是程序嘛 然後呢 防護員能幹嘛 防護員他只是一個 運動傷害的防護員 他還是要交給醫生嘛 對不對 那醫生判斷出來 就是兩個月 幾個月 多久啦 就是多久 可是呢 再把這個訊息丟回來的時候 球團這邊也是給磅血 最後讓磅血去處理 那我覺得前面的這些 的SOP 我覺得都OK 可是就 我剛剛舉例的 竹竹木朗希說 最快兩個月 最有可能是 整季報銷 但是他為什麼能夠回來 我想他也沒有要打牙韻 對 但有些球員 他的恢復狀況是 就比較快 你很難掌握 這個沒有辦法說 醫生說多久 對 連醫生他都沒有辦法保證 那只是一個預估 那所以你看現在就是 棒血幫他背書 他的確就是有提出 他這樣收拾可能趕不上 他會做選訊做換人的決定 那你這個流程走了 那他早一點回來 你好像也不能說什麼 但真的就是 情感上其他隊 可能就會吃虧 那我就說 那你真的就是 再把他列出來 以後鬼底到底這樣可不可以打 沒錯 你就只能列出來 然後趕快想 還會再遇到什麼 不然每次都遇到一次 再去開會再修改 那如果這樣子對其他隊 特別是說現在 今年這一次嘛 現在下半季我們等一下就要聊到了 下半季那個 桃園 現在就跟衛權龍很接近嘛 然後到第三名的 當然因為富邦最近狀況比較不好 所以掉到後面去了 那第三名的兄弟跟第四名的衛權 統一 也沒差多遠 身為另外其他的 對 你要講不要算富邦好了 你算另外算 你怎麼這樣子 他拉比較遠 你為什麼不要算富邦 他拉比較遠 哪有很遠 哪有很遠 還是對啊 還是有機會 對你才四場 沒有很遠啊 這不用像上次轉鏡頭 直接前那邊走 轉鏡頭 好 把漢將也拉進來好了 另外四隊的教練 你會怎麼看這個東西 我覺得就 我覺得平常心看待 就是 他如果真的上了 他如果真的上了 就上了 因為 因為在那個過程中 這個拉鋸的過程 其實下半季是 一直都拉這麼近 那我們就剛剛講到 都拉這麼近的狀況 你如果說因為一個炸傷 三個禮拜不能上場 其實他是衛權 一個很重要的牛紅戰力 這不是開玩笑的 前面三個禮拜 就真的就是 對啊 我不可能去算到說 機關算盡說 我要閃亞運 然後到後面這個關鍵期 那是不可能有這種事情 你那邊還有很多比賽都沒打 你前面都這麼接近了 我前面如果沒有受傷的話 能用我一定都會 在比賽後面 需要鎖定勝利的時候 上去用了 所以我覺得可能有時候 你只是做一些反應 然後職棒總是需要一些話題 那關鍵還是剛剛前面兩位所提到的 有這次的經營完之後 其實以後這種比較detail的東西 其實大家在行前 在會前的時候 那種brainstorming 都要先把它想好 那才不會說到時候 碰到一些狀況的時候 後面大家又比較有意見 或者說大家會覺得 心裡有一些疙瘩 比較尷尬的狀況 其實真的是 不太可能從那個時候 就在那邊說 不可能啦 沒算到啊 所以怎麼可能 我們主播麻煩跟龍貓教練講一下 他是不是也是被害症後續 會緊張 他怎麼會講事 不不不 你那時候有反應嗎 什麼東西 有跟防護人反應嗎 什麼事啊 什麼事啊 創傷啊 創傷啊 那個傷跟那個傷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對不一樣啦 但我告訴你 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你被我揍 我告訴你 我跟你講 這個出來以後 其他四隊的教練 一定會有 會有不一樣的看法 對 我覺得這很正常 很正常 你自己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是 其他隊的教練 你會覺得一定不公平 但你就是要平常心看待 你保證聽凱會上來 就一定投得好嘛 對 是嗎 你傷後回來 周總牧朗 其實回來不是只有投三局而已嗎 他也不敢一下子投五局啊 你看 他不是就受傷了 昨天本來他要先發 結果又用一個2023 特立抹消 我告訴你 那個一定有傷了 一定有傷 不過你這個講的說法點是很好 就是林立如果回來 桃明就一定贏嗎 對啊 曾豪勳如果回來 忠敬兄弟就會下半期冠軍嗎 這個真的就是 那個 誰 你問球迷應該說會喔 林安可回來就要全力打衛箱 跟上半徑一樣 一直打這樣嗎 對啊 所以不一定嘛 同意也不是說林安可回來對 真的就是對 所以我覺得真的大家平常去看 放寬心啦 我們來測試一下受傷 到底有沒有造成那個陰影 到底打你那個人叫什麼名字 你還知道 搜尋一下那個 叫什麼名字 你有後來去查他 忘了嗎 我告訴你 如果有忘的話 就代表他已經過去了 我告訴你2011年我去北京那一年 我還把他揪出來 揪出來幹嘛 他就是北京當地的球員 我說 沒有他那時候已經 誰誰誰跟我出來 沒有沒有 大家都有熟嘛 有熟嘛 有熟啊 有熟啊 你知道嗎 你當年那一支全力打 我差一點怎麼樣 你害我10年後 你害我10年後還要被人家講 都已經20年後了 10年後 搞不好在 然後你把他揪出來幹嘛 沒有 就討論嘛 就討論 你說 正雷你看那一年那一支 你看 害我回去 差一點怎麼樣 你說10年後 現在20年後 是20年後 你還要繼續講 我跟你講 所以我只是想要了解 那創傷生不生 受傷到底是一臉重 需不需要 需不需要 換人家 還好陳金鋒救了我 這樣好不好 好不好 可以吧 對啊 那是後風哥救了你 對啊這樣可以嗎 那個打出去的那支 傷整個都好了 就好了 好吧 憲針說法 可以了 叫其他隊的教練或球員 你滿意了 我只是好奇 高層不用想太多 我那麼崇拜你對不對 不用太擔心 林凱威回來就回來 我們放寬心 好好來面對 接下來下半季 真正膠著的戰狂 所以我們等一下 馬上在第二趴 就要來聊一下 中華職棒在下半季 目前的戰狂相當膠著 到底有哪一隊會勝出 也要請三位來預測一下 我們休息一下回來